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看天下大小事 西南航空之大灾难 全美各地经过了五天冰天雪地至恶虐天气后 许多大航空公司包括联合美国航空公司之班机都已经回归正常 唯有总部设在达拉斯的西南航空公司取消了2500个航班 而且这些班子还无法回复 以造成成千上万的旅客造成了极大之困扰及金钱上次损失 西南航空是全美最大支航空公司 近20年来 它是以点对点之飞行方式抢占了许多中小城市智商机 代表超过1万名飞行员的工会人士表示 由于电脑系统之失控 许多驾驶及航空服务员在地面等候许多小时 并被迫在机场和旅客就地过夜 工会曾经从90年代建议公司更新电脑软件 但至今尚未改进 多年来 我也是西南航空之常客 经常往返于休斯顿和达拉斯之间 因为每小时都有航班可以早出晚归 非常方便 近年来 这家公司只迅速发展及开拓国际市场 让它成为全美最大支航空公司 也许是扩充太快了 管理上出了问题 令人造成大部分值班次被迫取消 事关许多消费者之权益 交通部及国会也将展开调查 也要保障消费者之权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